不少家长们会帮孩子购买可以书写但也可以拿来玩的可爱玩具笔 但是消宝处抽烟了市售17件的玩具笔发现 只有一件的品质跟标示是完全符合规定的 也就是说不合格率高达9成4 其中有一款猫抓书压笔 因为规避检验被开罚超过57000元 桌上五颜六色各式各样可爱造型的玩具笔成为学童兼人气商品 不过行政院消宝处抽烟市售17件玩具笔发现有16件不符合规定 贵的不见得它就一定就是安全的 这个大家好要破除这种迷思 进口里面只有这一件它是符合规定 表示在进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好把关 不合格率高达9成4 其中多功能旋转笔品质检验没过关 主要在于电池盒没有电池急性电流电压等图示 还有不使用工具就可开启 另外还有件磁性金属原子笔的磁铁配件 没有通过小物件检验 而且磁通量超标可能造成孩童物食风险增加 两件商品各开罚1万元 另外没有繁体中文标示 违反商品标示法的有16件 没有商品检验标示 违反商品检验法则有13件 其中一款猫爪疏压笔 因为规避检验更遭开罚5万7千多元 小零件的脱落是在以往在国际上 很多的就是被小孩子拿起来吞噬 特别像这次我们发现磁铁这种东西 它如果吞噬下去的话 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6件不符规定商品中 有14件都可以在各知名线上购物平台中找到 但目前都已被通知下架改善 为确保孩子安全 家长选购玩具笔食 别只看外表小细节 得更多加留意 接着据黄明胜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